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万有引力定律的题目 这一题翻例非常的简单 就只是在介绍万有引力公式 它是跟距离平方程反比 这件事情这样子 所以它说地表重量 重量就是来自于地球作用于物体的万有引力 今天从地表向上发射一个质量M 重量W的火箭 那当距离地表3R R是地球半径 然后燃料变少 所以质量变四分之一 那火箭重量变多少W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写这样 W来自于万有引力 这样子 那这个是在地表的时候 那到了距地表3R 对这个地表的时候 这个R就是带入地球的半径 那距地表3R的时候 这时候 我们叫它W'或是说W3R处 就可以写成RG保留地球质量不变 但是这个火箭的质量变成四分之一 再去除上 这时候这个地方是R 再加3R 因为要从地心开始算 牛顿的证明 它证明说万有引力公式的R 可以适用于均匀的球星到球星之间 那所以这里是要从球星开始算 所以这里算起来呢 会变成是四四十六 十六乘以四六十四 平方 然后大G大M小M 所以比较一下这两个 那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所以 后来的3R处的重量 就是原来的六十四分之一 好谢谢 谢谢